大家好,我是安画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要求我给他们画恐龙 这里面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是带着学习的目的的 但是其实不管画什么恐龙都有一种相通的方法 感兴趣的小伙伴接着往下看 画恐龙首先得画外形 这点很多小伙伴通过自己的练习和临摹都可以画得很好 但是外形只是恐龙的轮廓线 一幅画是由点线面形成的 点不用说,轮廓线当然也就是其中的线了 那面要如何表达呢 这点如果没有学过素描的小伙伴就不好理解了 没关系,下面听我慢慢道来 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个世界是因为世界是有颜色的 如果一个东西是透明的,你就会看不见它 但是产生颜色的先觉条件是因为有自然光的照射 物体对光产生了反射 光又是颜值线传播的 所以如果被物体挡住就又会有阴影 有点懵,没事,一句话 自然界里能用肉眼看见的物体都会有两个重要的属性 颜色和阴影 作为恐龙这种自然界的庞然大物也是一样 它有自己的体色和阴影 这里的体色和阴影就是我们要找的面 体色很好表现 因为任何恐龙都不是透明的 作为一幅画来说 你只要给一个恐龙涂上颜色,你就成功了一半 但这些都属于儿童画 你要画的真实就得加上阴影 这就是重点 听完我的讲解就会明白 为了很好的认识阴影 你得找到光源 一般通常的光源都是来自顶部 因为太阳永远在比恐龙高的地方 也就是说恐龙身上和太阳相反方向的部位都会有阴影 例如肚子下部 脖子下部 眼睛下部 尾巴下部 弯曲的腿和手臂的下部 这些地方都是有阴影的 在素描里直接涂黑 如果没把握的话 用笔尽量轻一些 给后续加深留点余地 接下来除了这些非常明显的阴影外 只要不是平面的物体 在光的照射下 呈现出的明暗都是不一样的 下部永远要比上部暗 所以还要涂中间色 到这一步 黎晨宫已经完成了接近90% 恐龙的背部通常都是最亮的地方 这些地方又因为常年风吹 日晒 肤色较深 而且因为是亮面 花纹和皮肤纹理也更清晰 背部加上一些花纹 更显真实 最后就是反光 除了太阳给的光以外 周围物体反射在恐龙身上的光也有很多 例如最主要的地面 当然反光不能太强烈 这下我们的画就很完整了 点线面都有了 通过这样理解如何表现面 会让你画的恐龙更真实 这只是一个大方向 真要画好一个恐龙 还有很多细节要考虑 如果喜欢这种视频 欢迎你们点赞留言 如果效果好 我会定期告诉大家这种小技巧 一定不要忘记留言 让我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需要这样的教学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